大家好 最近因为西小冬先生以雷公太极的比武 对这个泳春泉有很多不同的传言 有的说西小冬先生说这个泳春泉不行 又有说这个泳春泉可以实战 所以就有好几位泳春泉的朋友来信 问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对这个事情呢 我稍微看了一下这个在网路上的视频 也包括了这个老梁 老梁看世界那个视频所谈论的这件事情 我的这个看法是呢 中国人现在在网路上所说的 不管是说这个在支持MMA这一方面 或者是说所谓的传统武术这方面 都缺少了中国这个武术训练的那个那个 基本教育 也就是意思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好好的去了解 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所说的武术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研究中国这个武术的话 其中有这个如果把它分成三个部分来讲 那就很容易的把这件事情解决 第一要实战就要讲是 是中国人说这个造势用势这个是 也就是动量的这个这个控制 这个玩这个动量这个是是 第二呢就是这个所谓的练功 那练功有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外练 筋疲骨 然后呢 内练一口气 所以这个三个 东西要搞清楚 这个搞清楚了 那就没有今天这些问题 所以呢 现在呢我们再说一个 第一要实战 一定要对这个是 的操作 的训有训练 是 第二 就是所谓的练功 就是外练筋疲骨 内练一口气 这个要了解 它到底是什么回事 如果这个 这个所谓实战和实战的训练 实战和这个练功搞不清楚的话 那那是怎么说都是乱七八糟 那好 那好 我们先说这个是 是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好 我们要去看什么呢 就去看 明朝七级光将军的绩效新书 好 在绩效新书里面 这个 前经解药篇 第十四篇 它说得很清楚 这个 前经解药篇 第十四篇 好 曾经解药 第十四篇 它在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 这个 它说这个 我念给大家听 它说 四四相成 一敌之圣 变化无穷 唯妙莫赤 人不得而归子 未知神 全打不知 是树雷 不及烟耳 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个 这个 这个 前经解药篇 七级光 将军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你要 我们要说 实战 那就是 对于这个是 的训练 没有其他的 实战就是是的训练 好 那 这个是 如果没有训练 我们说这个 练功 外练筋 皮股 内练一口气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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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事实上是 不搭嘎的 好 那我们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前经解药 我们要有 也要了解有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 既考证 太极拳 成家太极拳 是初语 也是初语 引用了这个 这个 七级光将军的这个 前经解药 其中这个 在这里有写 宋太祖 三十二世长拳 那个是 成家太极的 这个 这个 根源 那 永春拳呢 是初语 永春拳的根源 是在这个 绵章短打 也是在这片里面的 绵章短打 OK 所以 它这个 长拳有长拳的释法 短打有短打的释法 那 要讲实战 就要了解它 到底这个释法 是什么一回事 那 和 呃 现在我们说的 大家都说 这什么 内境啊 这个 这些东西 事实上 现在 说的内境 这方面的事情 和这个 七级光 将军 所说的这个 是 是 根本已经是在走偏的 你如果说没有练这个释 你不可能对答 所以如果我们去看这个 习小冬和这个雷公太极的 是短短的几十秒钟 或几秒钟 的那个比喻 会发现到说 雷公太极的 那个 打法 他不懂得释 而 习小冬的释 他是用释打 之所以 一力降使会 好 以这个 呃 很强的士 KO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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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公太极 选手 那 如果说 我们要说这个 谁比较 谁比较 呃 和 七级光 将军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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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呢 那 应该说 西小冬先生是 符合 七级光先生的说 呃 七级光先生的说法 和教学 所以真正的 中国武术 是 七级光将军说的 也就是 和 那个 呃 西小冬先生 表示出来 这个 展示出来的 是一样的 那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 MMA 那 MMA 在这一篇里面 也说 在这一篇相同的里面 在这后面 他说 呃 那 知有明子 虽各有所起 然传有上 而无 而无下 有下 而无上 有下而无上 ok 然后说这个呢 痴 不过偏以一偶 若以各家全法 弦而习之 那 我们正要说的话 那 七级光将军 是不是在五百年前 啊 这个 呃 1560年那个时代 已经是 MMA 就是Mix Martial Arts 的主线 他在这里 提倡说 他说这个 要起 各家之常 他这个 在这里 呃 有很多 呃 武术 这个不同的 种类的武术 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列下来在这个地方 所以 我们可以从这里 看的一件事情是 反而 和 习小冬先生 所表现出来的 在那个比武所表现出来的 和 七级光 将军 所说的 也和 也就是说 和我们 祖先 这个 武术 中国传统武术的 这个 这个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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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国传统武术 那反而 我们看这个 呃 嗯 雷工 太极 我看了他的一些 视频说 哦 我可以当鸟不飞、这些井类 这些事实上在七七光将军的《乾淨解药》里面没有提到这些东西 那事实上这样的话就可以证明说他已经是在走偏的 那不是中国传统的武术 那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出来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说传统武术七七光将军 这个才是中国正统武术 那我们要说比如说这个永春拳可不会实战 太极拳可不会实战 那我们知道说成交太极也是处于这个治理的长权 永春拳是处于治理的团体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七七光我们祖先的传承 那不应该有今天这个问题 那以今天的事实 所以我们说西小冬先生所展示的 在那比武所展示的 是符合七七光将军所说 那这个是大家应该要反省的 为什么我们搞成这个 又说这个静啊 说一些细无缥缈的事情 是不是电影我们这个电影看多了 小说看多了 所以我们想要反省的 而把真正的中国传统武术的这个根本忘了 这五百年前已经有的东西 我们何必今天 不了解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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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到底是根本 我们自己的中国 中国武术的根本 是什么回事 所以这个 讲实战 就要讲士的训练 没有士的训练 那就不行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个 徐晓冬先生和这个雷公太极的比武 那个冲过去 一粒将士会以快速度重拳KO 那个就是士 那如果说练拳 没有练那个士 练武 做个中国武术 没有练那个士 那根本不和我们老祖宗所教 所传 那何必说 那个是中国武术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我们也不能说 陈迦太极 他不能打 永春拳不能打 不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我们 事实上 那个拳术 是传承了 这一篇 七七光先生 七七光将军 这个 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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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教法 那是后人 不懂的这些事情 所以呢 搞得乱七八糟 所以这不应该说是什么 门派的 的问题 这是个人 的问题 个人 不懂的中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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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中国武术 那 另外一个方面呢 我们说 比如说这个 外练筋皮股 比如说你练义筋筋 那是外练筋皮股 那外练筋皮股 那外练筋皮股 如果不懂得释法 那还是不能打 那外练 那个练那个功 外练筋皮股 是这个 把这个身体练强壮 这么回事 那这内练一口气 所以以今天的这个 呃 话来说 那就是我们的那个 呼吸量 我们这个 呃 呃 这个 这个 吸收这个 氧气的量 因为我们 如果需要激烈运动 身体要好 那就要 很 要有这个大量的氧气 好 那 事实上这个 内练一口气 我们现在 呃 这个四面上一般也是搞得不清不楚 气功气功 这些也是乱七八糟的 那 以中国人 我们这个 呃 古代 比如隋朝的时候 这个 小指观 天台智子 大师所著的小指观 是 这个对后代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 呃 这个小指观 在呼吸 就分了四种 这个 风 喘 气 息 那喘 就是我们大家说这个喘 走的会喘 也会喘 风就是呼吸 很 有这个很粗 有声音 或是没声音 可是很粗 气 就是很细 没声音的 是 就是在 这个 呼 吸 然后这个 中间有一个 休息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一环 叫做 吸 所以 我们 一般呼吸 就是 呼 吸 然后有 停顿 那个停顿 那个吸 那叫做吸 所以呢 如果我们呢 说这个 内练一口气 要知道说 所谓的一口气的 那个气 是 这个 呼吸 很细 很这个 很 很顺 很长 那个 那种 那种 状态的 呼吸 那叫做 气 所以练气功 是以那种 状态 的那个 呼吸 来练气功 好 所以 这个气功 这 内练一口气 也叫做 吐那法 就是 吐故那心 那 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说 那就是 把我们的 二氧化碳 吐出来 把这个 新鲜的这个 氧气 吸进去 好 那可是 今天我们看 很多所谓的 这个 武术也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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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搏迹 MMB也好 那不是在练气 那是在练什么 在风和喘 那 风和喘 这个 呼吸 是风和喘 很久了 这身体要出毛病的 那就不是 内敛一口气 那如果说 要这个 比如我们中国 这个很有 很有名的 这个 一千年来都很有名的 这个大家 比如孙狮鸟 啊 这些 都是有 都是有 为 这一方面做过 这个 作法和 论坛 就是这个六字诀 六字诀 六字诀 可以治内脏病的六字诀 六字诀 那这个六字诀 他也说 你看 这一气 这个气就是细 很细这个很长那种呼吸 那不是风 不是这种呼吸有声那种 不是 所以这个从这里我们 我要说的是说 你要实战 那一定要这个 对这个事有了解有训练 你要这个练功把身体练强壮 那就要外练筋皮骨 外练筋骨皮 那就要比如义筋筋啊 这些把他这个 这个骨和皮啊 这些筋练强壮 内练你口气 那就是要知道说 这个吐纳法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那所谓的气成丹田 并不是只是用这个头脑 想这个丹田 那就憋之类不是气成丹田 事实上就是说 以今天 我们科学的说法 就是这个很大幅度的呼吸 以很潜白的这样说 就是这么回事 不是这种胸呼吸啊 很喘 很喘那种 或是呼吸有声那种 所以以这么一个状态可以养生可以强生 这个是中国这个武术的这个这个练功修养练练身体 这个这一部分 那我们可以说 比如说永春泉 永春泉 永春泉 是短打 出这里这个地方有短打 这个绵章短打 那如果我们这个 一般我们都了解说 永春泉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看叶问三 叶问二 他说永春泉是什么 永春泉是南方的一种贴身短打 短打 那这个短打出是什么地方 出自少林短打 这个是少林短打 那出自什么呢 那出自什么呢 出自这个前经 出自这个前经 那这本前经呢 是在乾隆 四十 乾隆四十九年写的 也就是一七八四年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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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少林前经 出自这个出自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知道的话就是说 这个是明朝 明朝的时候 那后来这个短打 在清初 或是明末 那个时候这个中国乱了 就传到少林寺去 那少林寺那也发展了 有少林寺的短打 那永春拳呢 那永春拳呢 就是从这个少林寺的短打 发展出来的 所以我们叫做 我们说它是这个 南方的贴身短打 那我们可以考证说 当时在创这个小链头 小链头 这套拳的时候 是以少林的短打 和额眉十二庄 这个修这个气 内敛一口气 气脉的成分 而和这个百鹤永春拳 这个福建百鹤永春拳的 比如说它的这个中线定律 这个之五中正 融合在一起 就创了这个小念头 也就是永春拳的根本 好 那你说这个 永春拳可不可以打 当然可以打 因为出自老祖宗七级光 那你说成交太极可不可以打 当然可以打 因为都是出在这个地方 那你说现在我们不能打 那为什么 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祖宗的问题 那如果说 大家 这个没有读过 这个没有好好的去研究 那这个练功和实战 誓也不懂 那这个我们就说 啊 敬啊 有什么发敬啊 这个但誓法不懂 那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祖宗的问题 不是传统中国 这个功夫的问题 这个要讲清楚 这个要说清楚 那自己说这个 这个永春拳呢 事实上 其实好像说这个 这个永春拳 我们说这个 来流气宋 脱手之冲 这个不全的 如果我们现在 今天我们要把这个永春拳 把这个 呃 比较完整的说出来 我们要取这个 呃 那个是短打的事法 就是这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个来流气宋 脱手之冲 那不够 还要一个 以散为敬 刚如并用 那以散为敬 那以散为敬 刚如并用呢 那是 呃 有一些我们这个 呃 不同的永春拳的 这个比较古老的戏 有这个诀 那 这个是有意义的 这个直冲 光直冲 是 是不 呃 不完全 为什么呢 比如说 在这个 这本《前经》里面 他就说了 邪行并 散步和也 在彼之 逃冲 我们所说的直冲 就是直冲 就是这个直和冲 直就是直 直 直线性的 去冲 然后这所谓的散步 以散为敬 就是 呃 散而进入 那可以看成说 一个是直的 一个是 恒的 所以他以直 破恒 恒破直 所以 事实上 这个 这个 永春拳的 这个 呃 要表达永春拳的话 应该是这个 长来短接 灌入生 那就这样就交代了这个 呃 短打的事 然后 来流气送 脱手直冲 可以打中宫嘛 直接打中宫 打中宫 这个中宪 然后以散为敬 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是要以弱 甚强 那就要以散为敬 不能和他直冲 然后这个 刚柔并用 不能说因为 这个柔 这个直冲 当然我们可以说是 这个 一种很刚的事 以散为敬 那就是 柔的事 比如说这个 怎么讲呢 这个 呃 以柔之杠 那就是柔的事 那这个 打个比如是 好像怎么样 比如我们看斗牛 那牛冲过来 那个就是直冲 那斗牛是 偏散 去这个 刺这个牛 那个就是 以散为敬 就是某一事 好 那这个是释法 那你说如果练 永春拳 没有练这个释法 或者只是说这个 练这个直冲 那是不够的 那我们看这个 前经 我们其中很多 很多这个 比如你说这个 前重新发 然后 我们有这个 伸缩 就是说这个 呃 身体的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 身法 身法和步法的 这个 怎么样 这个 灌入身 因为要 要这个 贴身短打 就我们说 买山 要买山 就要射入去 要射进去的 很多这些 释法的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有 所以呢 另外呢 我们 这个 老祖宗 是有传很多 这些技术上 科技上 这个技术就是科技 这个全数科技上的 这个 这个 保障 只是我们没有去看它 所以今天比如说 我们去看老梁说世界 他这个 说这个 这个 MMA 习小冬和这个 雷公 这件事情 事实上他也说的 不清不楚 去看很多人 也说的不清不楚 那 所以我的这个 和大家 这个介绍这些古典 就是要让大家去 好好的去看一看 我们老祖宗 传给我们 是什么东西 那 从那边 我们可以 这个 事实上这个 西小冬和这个 雷公事件 是好事 这个事情 让我们 来这个 反求诸己 让我们再看回去 我们祖宗 到底是在 说什么一回事 那 这个是有意义 大家的 那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说这个 比如说 我们看这个MMA 的训练 MMA的训练 那那种训练 事实上 你说是可以 全民去做那种训练 那是打针 那是可以实战 那种训练 那不行的 那种实战 那种东西 是不是每一个人 可以练的 而且那个B病很大 为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这个 内练一口气上面 那种MMA 那种练法 对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 肾脏病 这些都不可以碰 不可以练 不可以练的 这个有哮喘 这些都不能练的 练那个死人的 所以这个 十几年前吧 台湾这个 台湾这个南淮景老师 有很含蓄的 在说了 这个批评过永春 这个李小龙一件事情 他说他不懂 他说他不懂 他说李小龙不懂练气 所以搞成身体 后来 这个很早就去世了 所以 这个南淮景老师说 他说这个 这个 这样的东西 不应该给我们 这个 年轻人看 因为我们不要 这个年轻人走上 这条路 这个是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 事实 所以 好像今天 我们说这个 要实战 这个 MMA把中国全球打败了 事实上 不是这么回事 是 中国武术 这些训练的人 没有训练多 这个是 所以没办法 实战 并不是 不关中国 这个武术 中华武术的事情 那 中华武术呢 的优点在 有这个 外练筋屁股 内练一口气的 考量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身体 不好的 可以 防身 自卫 强身 自卫 MMA的训练 是有 是的训练 可是对这个身体 是有伤害的 那是肯定的 你去看这个 MMA 或者是这个 西方的运动家的身体 40岁之后 他 呼吸状态是怎么样 我们先看一看 好 比如 看看这个 我们国内 练MMA的 40岁50岁之后 他们这个 这个 呼吸状态怎么样 就知道说 这个 是什么回事了 这个是事实 那中国武术呢 对这个 内练一口气 他有他的讲究 他有他的讲究 所以呢 这个事实就是这么为事 那你说这个MMA 好像西方这些MMA 所以 如果我们依这个 七七光 将军的这个理论 和我们这个 呃 这个 呃 中国人 外练金匹库 内练一口气 那 事实上 中国武术是一个 完整的 一个 一个系统 对每一个方面 都有考量的 一个系统 那你说这个 自己说 谁打圣 那我们看说 你看这个全王 MMA的阿里 他也会输的时候啊 那圣败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说这个技术上 事实上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技术 那你说谁打赢谁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今天我的这个看法 很粗浅的看法 就是 这样子和大家分享 谢谢各位